荃灣西餘芯酒店 獲批出轉作青年宿舍的用途 由香港青英會負責這個項目 合共提供最多100個房間 200個床位 至今已收到過千份入住燈的意向 預計在今年的6月可以陸續入住 計劃在星期一開始接受申請 並且在5月31日截止 除了了解到它的需要之外 其實都會了解其他的現況 例如他住在哪裏 例如他上班在哪裏 例如他是不是有急切的需要 以及他的興趣 以及他以往參與的一些 社區外展的活動內容 因為將來都會有一個配對 所以大概都很多東西我們會去了解 申請人事前需要進行資產申報 提供工資證明等等 若果成功入住 申請人會簽一年生藥 一年死藥 最長可以住5年